這次世界盃創下許多世界第一的新記錄 對不對? 不過我想大家最好奇的 應該是這次世界盃的巨額投資 3000億美元 這筆錢真的能回收嗎? 考太太舉辦世界盃划算嘛 那我給大家算個帳 其實過去歷年的世界盃 絕大多數都是賠本生意 根據經濟學人的數據 從1966年到2018年 只有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盃 跟2018年的俄羅斯世界盃有賺錢 但是號稱史上最賺錢的俄羅斯世界盃 其實也只賺到了2.35億美元 不過請注意 這個數據是不包括其他基礎設施的投資費用 只計算與比賽相關的投資成本 所以整體來說 幾乎所有的世界盃主辦方都在賠錢辦比賽 像這次 卡塔爾大手比的燒了3000億美元 但預計可以帶來150萬名球迷 那總經濟收入只有170億美元 而卡塔爾能夠直接獲得的 直接收益更少了 大約只有22億美元 投入3000億 但最後直接收入只有22億 這賬面上的投資收益率 連1%都不到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還要辦? 其實我在2014年巴西世界盃舉辦之前 就曾經到巴西去採訪這個主題 那時候巴西世界盃也是史上最貴的世界盃 不管怎麼算都一定會賠錢 所以我也很好奇這個問題 那大致上我得到了幾個答案 第一主辦國希望通過舉辦世界盃 來展示國家的先進力量 來大幅提高人民對國家的榮譽感和相信力 畢竟能夠承辦重大的國際賽事 對整個國家、對城市、對人民來說 都是很珍貴的光榮 像那時候我到里約的街頭 雖然距離世界盃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但是街上到處都是世界盃的符號 連沙灘上都是 那一提到世界盃 居民們也都很興奮 第二主辦國認為 投資基礎建設辦世界盃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正當理由 來帶著某個城市或者整個國家的發展 比方說那時候我去里約 看到足球場、道路還有交通等等基礎建設 真的是在大躍進 只是進度有點慢 這背後牽扯一些其他因素 我們就不多說 像卡塔爾這次為了辦世界盃就砸大錢 在沙漠裡蓋了全國第一條地鐵 成為沙漠奇觀 而且官員們都會說 這些基礎建設在比賽結束之後 都可以轉做其他的用途 不會閒置浪費 當然這是官方的說法 還有第三主辦國他們知道 短期內這筆投資是賠錢的 但是希望通過世界盃 來提高國家與城市的形象與知名度 然後未來可以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來持續回流 賺長期的觀光彩要細水長流 像這次卡塔爾也是預測說 在世界盃之後的幾年裡 潛在的遊客數量渴望增長到4000萬人次 不過我必須說即便真的有4000萬人去觀光 但是還是無法填補3000億美元的開支 從往年其他國家的世界盃經驗 可以發現官員們的說法都是太過樂觀 跟現實脫節了 就拿巴西來舉例 在世界盃結束之後 很多足球場跟基礎設施都法人問津 最後就基本上處於荒廢狀態 比方說球場的維護費用太昂貴了 那一個月要100萬英鎊左右 但是這些職業球隊一個月的票房收入 也才只有30萬英鎊 所以很少有球隊願意承接這些世界盃場館的運營 而且主辦世界盃的國家和城市 如果本身就沒有太多的觀光資源 比方說像里約本身就有著名的基督山、糖麵包山 有美麗熱情的沙灘、還有美食等等 否則在世界盃結束之後 其實觀光客很快就退潮了 然後當地民眾也就發現了 其實這些大型賽事 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太大的經濟效益 所以過去這種爭搶國際賽事 發展賽事經濟學的模式 這幾年已經開始退燒了 像2016年的奧運會 有七個城市爭強主辦權 但是2024年的奧運會 只剩下巴黎跟洛杉磯兩個城市想常辦 已經開始罰人問津了 另外我們知道 這次世界盃中國隊並沒有參賽 但是最好笑的是 中共當局還硬是想方設法的參與了世界盃 怎麼回事呢? 剛剛說中國隊並沒有擠進這次世界盃 但是咱們賈大空的中共官員們 還硬是要往世界盃蹭 要沾世界盃的光 所以這次他們說 中國製造在世界盃閃耀發光了 因為很多商品跟基礎建設都是中國製造的 好 你聽了是不是也覺得肺部饑餓過多 可能需要來個貶康碗的呢? 這就是中共官員的假大空和黨天下的心態 只要世界上有什麼好事就硬要往那裡蹭 好像這些好事都是中共幹的 從而吹捧中共的偉光征 但是中共這次的誇張做法 連中國民眾都不滿賬 有網友就反諷說 中國什麼都去了世界盃 就差足球隊沒去了 還有網友說 中國是去了世界盃沒錯 只是被分到了師公組 不過讓中共更尷尬的是 現在中國全國各地還在搞動態清零 封城封區 可是世界盃的轉播畫面裡 可以看到有幾萬人群聚在球場上 沒有人戴口罩 幾乎是沒有疫情 那麼中國人民會不會思考 到底中共的動態清零是對的 還是海外那套先苦後甘的防疫策略 才是更好的呢? 還有 伊朗人民為了爭取女權與人權 走上街頭抗爭 結果遭到當局的血腥鎮壓 已經造成300多人死亡了 但是伊朗人民沒有畏懼 依然走上街頭去抗爭 而這次世界盃的伊朗國家隊 就勇敢地公開聲援伊朗人民 黨國暴力了 所以中共雖然拼命地想沾世界盃的光 但是這些場景卻可能反過來讓他們心慌